盖帮曾在天龙八部和射雕英雄传中 作为天下第一大帮出现 帮中更是有两大阵帮绝学 降龙十八掌和打狗棒法 只是作为盖帮帮主的乔峰和红七公 为何都没有用过打狗棒法呢 难道他们没有学过这门功法吗 这个自然是不会的 而书中也有明确说明 乔峰确实是有学过打狗棒法的 当年乔峰因为契丹人的身份 接任帮主的难度远非常人可比 前任帮主汪剑通施了他三大难题 又要他为盖帮立下七大功劳 这才传授给了乔峰打狗棒法 而打狗棒法作为盖帮的镇帮之宝 是极为精妙的高神武学 历来只能由前任帮主口传下一任帮主 甚至连纸质的棒法都没有 可见盖帮对此功法有多重视 红七公后来又将全套的降龙十八掌 传授给了郭靖 可见降龙十八掌的功法是可以传给别人的 即使不是帮主也有可能会个一招办事 打狗棒法则不同 它是必定会传与盖帮帮主的 不会传给其他人 而这一点也经过了武林百科全书 王宇燕的证实 段玉刚到曼陀山庄的时候 听到阿珠和王宇燕的对话 阿珠表示慕容公子近两个月来 都在练习丐帮的打狗棒法 王宇燕则表示 丐帮打狗棒法与降龙二十八掌两大神迹 是丐帮的不传之秘 就算慕容家的环师水阁 和姑苏王室狼环御洞中的武功藏谱拼凑起来 也只是一些残缺不全的棒法 运弓的心法却全然没有 慕容父根本没法练成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丐帮尽管对打狗棒法严防死守 还是流传出了一些棒法招式 只是打狗棒法的运弓心法却没有外泄 只有招式而没有心法 而到了射雕英雄传中 打狗棒法显得更为神秘一些 神秘到什么程度 帮中除了知道有这门功法 却没有见过帮主使用 这才会被杨康占了便宜 杨康得到打狗棒后 知道是丐帮帮主信物 便想趁机夺取帮主之位 后来被黄荣在丐帮大会上揭穿身份 只是丐帮众人并不相信黄荣 后来黄荣使出了打狗棒法 丐帮高层中的四大长老才将信将疑 即便如此 简长老还是认为 黄荣用的棒打双拳是江湖上的空手夺白刃 后面更是说帮中人对于这套棒法都只是指纹其名 没有见过 没人能分辨真假 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丐帮大会上没有一个人见过打狗棒法 包括四大长老中的简长老和卢有角 这些还都处于丐帮中的高级管理层 一把年纪且在丐帮拖年 却从来没有见过打狗棒法 更不用说底下的其他丐帮弟子了 可见帮主红七公多年来和人对打 也从来没有用过打狗棒法 在天龙末尾 乔峰为了避免丐帮这两门绝技失传 将打狗棒法和降龙二十八掌 传给了异地虚竹 由他带传给丐帮继任掌门 虚竹既性好 人又灵物 且有小无相公根基 打狗棒法虽难 却也难不过天山折眉手 天山六阳掌等高山武功 乔峰只教了一个多时辰 虚竹也就会了 这两门功夫 虽然都是丐帮的镇帮绝学 但是打狗棒法的异学程度 远比降龙十八掌容易 这一点在射雕英雄传中 北戴红七公也有提到过 红七公和欧阳峰在船上打斗时 二人斗了个旗鼓相当 提到红七公另有一套丐帮 号称镇帮之宝的打狗棒法 只是此时并未落于下风 还不到使用打狗棒法的时候 免得欧阳峰看到棒法惊讶 二次论剑的时候 就没有出其制胜的心意了 据红七公所说 这就提到了使用打狗棒法的前提 必须是有大事发生才能使用 后来黄荣和红七公 欧阳克三人流落荒岛 红七公被欧阳峰暗算 中了欧阳峰的蛇毒 武功尽失 此时的红七公已是身受重伤 于是便将丐帮帮主之位 传给了黄荣 又将打狗棒法传给了他 传之前还千叮宁万嘱咐 不到生死关头不可使用 谁知道欧阳克在和郭靖比试的时候 用上了灵蛇拳 让一旁的红七公看到了 虽然当时没有想到破解之法 但是之后还是被红七公破解了 等到后来两人在船上比试的时候 欧阳峰再使用灵蛇拳攻击红七公 就没有那么大功效了 自然不能一击制胜 相同道理 红七公将打狗棒法传给黄荣之后 黄荣曾用打狗棒法和欧阳峰过招 只见黄荣棒身晃动 看似是攻击上盘 却又是向下三盘缠打 欧阳峰作为一代武学大宗师 一时间竟也难以断定黄荣棒法的攻势 两人之间的武力差距非常大 欧阳峰竟然还能被黄荣的打狗棒法逼开 可见打狗棒法确实厉害 也难怪红七公会想留着到华山论剑的时候用了 等到了第二次华山论剑的时候 红七公终于用上了打狗棒法 红七公和欧阳峰两人在华山决斗 两人比完全脚开始比武器 红七公让杨过使出全套打狗棒法的招数 即便如欧阳峰这样宗师级的人物 也必须绞尽脑汁耗尽心力 才能一一想出破解之道 可见打狗棒法虽然招式精妙无比 但还是有破解之法的 不像降龙十八掌 让对手根本没有办法破解 这一点黄荣看得也比较透彻 黄荣在传授卤油脚打狗棒法的时候 被杨过郭福大小五他们看到 黄荣使用打狗棒法的巧劲 让三人同时跌倒 郭福说打狗棒法是骗人的玩意儿 黄荣也表示女儿说得不错 打狗棒法这些功法都是用巧劲使诈 像郭靖的降龙十八掌 才是真功夫硬癖 连黄荣都能看懂的事情 乔峰和红七公这样的高手 怎么会看不懂呢 出去丐帮这两项阵帮绝学 还有早已失传的秦龙公排云双掌 连普通的太祖长拳在乔峰手里 都能发挥出极大的威力 乔峰有那么多武功可以用 自然没有必要去用打狗棒法 乔峰契丹人身份被揭穿后 被逐出了丐帮 将丐帮信物打狗棒 一起交还给了丐帮 之后的乔峰已经不是丐帮中人 自然也没有理由再用打狗棒法了